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時候,其實與父母的關係不太好 有很多爭執 唯一最溫馨的時候就是看電視的時候 大家最多溝通、最多討論 這個是間接 影響到我成為電影導演的一個原因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陳志發這個名字 因為我覺得志發、志向發達很試繪 爸爸以前做生意失敗過 在我出生的時候,他改了這個名字給我 我想是他對我一個很大的期望 結果我進入浸會大學讀電影 爸爸本來不是那麼喜歡 但畢業那天,我也看他笑得很開心 在我畢業後,我就代表了 香港浸會大學參加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而這套電影是Dimbo 贏了之後,浸會大學給他的支持 就是在器材上和設施上 除了一間房間給我們做製作基地之外 還找了音樂系的學相 去幫我們演奏我們的配樂 Dimbo上映的時候,我帶了爸爸去看 那時爸爸的行動和身體都差了很多 之後也進入了老人院 他有時候也忘記了我 那時候已經要推著輪衣進去戲院看 看電影部的時候,我看到他有流淚 我問你,你記得看電影部嗎 他也不知道我說甚麼 但我覺得他偶爾也應該回想起 電影部裡面有一句對白 一搭出頭手優,就不能回頭 其實爸爸也說過一句類似的話 當你找到目標,就要堅持走下去 因為你一份堅持 我找到一條我很想走的路